成都有四个喜爱猫咪的90后大男孩 他们经常飞天入地 只为了救助被困的流浪猫 被网友们称为猫咪消防员 他们成立了一个名叫和猫住的猫咪救援领养平台 为城市中流浪的小猫们找一个温暖的家 4月28号 在成都五侯区玉林路上的一家火锅店内 一只小猫被困在了火锅店二楼后厨外的墙体间 安全帽、安全绳、捕猫龙 宇文化园穿戴好了装备后 翻出窗外又一次开始准备救猫 这样的场景宇文化园已经经历了不知多少次 因为爱猫 宇文化园早在2016年就建立了和猫住 以救助、收养、领养、流浪猫为主 但苦于资金断裂 没有团队 和猫住曾中途搁浅 2019年 和猫住重新启动后 不仅组建了志同道合的团队 团队方针也由曾经的猫咪收养救助 转变为了猫咪救援领养 盲目的去收养是完全没有用的 只能就是我去 可能是 救助一些 就一般人是无法救助到的猫 就是每次救下来一只猫 就是比较 比较有成就感吧 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意义 和猫住的理念就是 想的是让流浪猫少一只再少一只吧 为了宣传领养代替购买 传递对流浪动物和对生命的尊重 以及通过网络获得的平台收益 用于缓解自身经济压力等目的 和猫住还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建立了公众号 记录下自己救猫的过程 吸引了很多粉丝 也吸引了不少参与救援的志愿者 每个城市都不缺这种去救助猫的人 其实它是缺的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把这个林亚大地购买给推行下去的一个方式方法 其实随着我和猫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就是每次我们发布一些志愿者的一个求助 让大家参与进来 让大家一起感受这个救援的过程 我会感觉到就是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这件事情 然后参与进来 就是传递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嘛 就是关爱这些流浪动物 反正怎么说 就是都是往好的方向一个发展 网红桥 高架桥 下水道 2019年 和猫住累计接收和救助400多只猫 官方救援次数200余次 官方领养300多人次 语文化员说 和猫住的领养流程就像结婚一样 有结缘症 有录影 有一个纪念日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领养人更有责任心 让猫咪不再流浪 虽然还处于疫情期间 但和猫住已经开始恢复救援 同时 在团队的协作下 他们也与宠物医院和社区建立了合作 为猫做绝育手术 降低猫的繁殖速度 语文化员希望 未来能够在全国各大城市 都建立起和猫住的站点 宣传正确养猫的观念 让流浪猫少一只 再少一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